要送蟒 他送蟒我也送蟒 大家都送蟒 师父可能就不喜欢了 喜欢喜欢 快过生日了 其实不见得非得过生日送蟒 关午节也行 每天都可以 从郭麒麟那要不来蟒的郭德纲 开始在团宗中向徒弟们暗示了 不过老郭不提这茬 事哥还不知道 德云社有这么多弟子 都给师父送过蟒 要知道 一件纯手工细服蟒袍的价格 要六位数起 那么除了蟒袍 郭德纲还收到过什么生日礼物呢 本期视频事可带您了解一二 于谦 作为郭德纲的知己兼搭档 于谦可以算是除了王会外 最了解郭德纲的人 这不早前在郭德纲生日之际 于谦就将自己四处托人 才寻来的一代大师 梅兰芳亲笔提子的扇子 送到了郭德纲的面前 先不说这把扇子有多难寻到 光是于谦的这份心意 就让郭德纲感动不已 既然于谦都给自己这么大的惊喜 作为好友的郭德纲 怎么可能落后 第二年在于谦生日之前 郭德纲和于谦马场的工作人员 串通好 将一批精心挑选的马人送到了于大爷的马场 直到于谦生日当天 郭德纲才将这个惊喜告诉于大爷 马都拉到我马场里去了 我还在外地拍戏呢 他也告诉我的马场的人员 就别跟于老说 然后等我过生日那天 他才告诉我 很激动很激动 实际上不是钱的事 我要送你一个礼物 我得送到你的心坎里去 对吧 要送你喜欢的东西 两人送生日礼物都送到了彼此的心中 能有这样的搭档和朋友一生足矣 纪念于谦生日的时候 郭德纲和于谦还在社交平台甜蜜互动 劝君更近一杯酒 抽烟喝酒烫花头 隔生日快乐 看尽郭德纲生日祝福的于谦 第一时间转发并复文称 骑马烫头带饮酒 不如于君台上走 彼此能这么有心的对待彼此 怪不得人们都说 不限鸳鸯 不限闲 只限老郭 有余钱 烧饼 作为儿徒的烧饼 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粗枝大业 但事哥认真的了解烧饼之后 才知道 烧饼才是外表粗犷 内心细腻之人 为了攒钱给师父买生日礼物 烧饼丝毫不在意外籍的看法 义无反顾的参加选秀节目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以外的身份 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争取吧 来这个节目的 我的目标就是在 我师父过生日之前 攒够买莽的钱 好吧 这个目标很实在的 对对对 因为我师父快过生日了 对了 大家给饼哥打绑 给我师父买莽 面对残酷的选拔规则 烧饼丝毫不怕 最终在师父生日之前 攒够了买莽的钱 给师父送了一件衬型礼物 月云鹏 作为郭德康的宠徒 月云鹏的生日礼物 最为朴实 早前 月云鹏刚刚有了名气 赚了点钱后 恰逢遇上师父的生日 贵的礼物买不起 而且师父也不缺 便宜的礼物 又不能代表自己的心意 和妻子商量半天的月云鹏 最终决定 给师父送现金 想买什么买什么 可就在数钱的时候 一向泪点滴的月云鹏 忍不住哭了起来 看着好不容易赚来的钱 月云鹏想起了自己 一路走来的艰辛 如果没有师父的帮助 哪会有入侵的自己 回忆王室 月云鹏的泪越流越多 把准备给师父的钱 都打湿一半 到师父家后 月云鹏将精心 准备好的现金 送给师父 看着一打湿漉漉的钱 老郭心里纳闷 这是啥意思 好在月云鹏老婆正名 向师父解释了一番 这我生日快乐 这钱您喜欢什么 您买什么 哪里钱 我心里热乎乎的列位 这是真正拿我当家大人 哎呀 但是有时候也纳闷 怎么每一张钱都是失的呢 徒弟媳妇说了 月云鹏太难过 手前是哭得都不行了 看着把自己当家人的月云鹏 郭德纲心中深感欣慰 除了送现金之外 去年郭德纲生日之前 月云鹏还和雷佳音 郭京飞合资 给师父买了一车戏服 月云鹏 郭京飞 雷佳音 他们几个好像凑钱 给我买了 相信一百件 哎呦 就是收到二手了 那个民国的老子 那个旧衣裳 给我拉架来了 给我乐坏了 除了月云鹏 烧饼送莽之外 看了第二季团宗之后 世哥才知道 原来张鹤伦和张九南 曹鹤阳 都给郭德纲送过莽 世哥觉得 照这个速度 以后老郭一天唱一场戏 这蟒袍才能穿一遍吧 去年在天津卫视 举办相声春晚的时候 德云弟子欢聚一堂 除了演出节目外 还专门给师父 过了一场难忘的生日 当天郭德纲 带上生日帽后 弟子们轮番 送上自己的祝福 轻易不哭的郭德纲 忍不住落下感动的泪水 作为搭档的余钱 都红了眼眶 虽说郭门弟子 给老郭带来感动 和快乐 但是可觉得 在老郭心中 最难忘的生日礼物 却是叛逃德云社的弟子 曹金给的 2010年1月18日 郭德纲在郭家菜 举办37岁的生日聚会 当时老郭在主桌 给曹金留了位置 但姗姗来迟的曹金 却带着满腔怒意 将这个本该其乐融融的生日宴会 搅弄得一片狼藉 怒骂师兄弟 比师娘下跪 致意装装一件件 让郭德纲 含泪登台 一强愤懑 唱了段 未央功 从那之后 老郭在位 唱过这段唱词 如此屈辱的生日宴会 让郭德纲 在以后的收徒 和从一生涯中 越来越小心 毕竟 背叛之痛 谁都不愿 承受第二次 你们还知道 郭德纲 收到过什么礼物 留言告诉世耳哥 关注世耳哥 带您了解 您不知道的德云趣事